今天,在薛元皇帝祭祀的地方,河南宇州始祖山,有这样一座陵墓,这座陵墓左边是一条壮丝飞龙的青龙岭,右边是一条气势辉红的卧虎岭,中间几座小山相连,形成一个宝座,在这里,埋葬着一位在明朝丢人,在世界上却贡献巨大的伟大科学家,他就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,朱素。 朱素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的第五个儿子,燕王朱棣的亲弟弟,他出生时,朱元璋以拥兵十余万,且得到了刘伯温的相助,事业蒸蒸日上,因此朱素自有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。 他为人聪慧,对正式学习都不太关心,唯独对很多小事一点就通,可就是这些小事让他凭一人之力救了两亿基敏,甚至直到今天,我们依然受他恩惠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那一年,他被封吴王,与朱元璋名号相同,坐镇杭州,当了八年吴王后,越来越年迈的父亲朱元璋疑心病犯了。 他觉得,杭州富裕,让藩王去杭州,税收都贵了藩王,不利于朝廷,于是将朱素改派到开封,成了周王,日后人称周定王,他为什么能得到后世很多人的感激与敬养? 这一切,与一件神秘的小事有关,1389年,本该在开封的诸宿被人发现来到了杭州,巧的是,他的岳父,明朝的开国功臣冯盛也在杭州,这可大大犯了朱元璋的忌讳,为巩固朝廷地位。 在明初时,朱元璋就规定,藩王吴兆不可善离封地,可自己的五儿子和开国将军竟敢私会,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,是不是想造反? 朱元璋越想越生气,直接就将他本来还比较喜欢的老五朱霄贬到了云南,他还给朱素定了六庄岁,让他受尽嘲讽,朱素来到云南后。 本身心情是很郁闷的,可这一天,当他决定到外面走走时,所见到的一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,也改变了数亿人的命运,他走在村里,看到很多当地人在挖草根,吃树皮,他们食不果腹,瘦得一把骨头。 一个小女孩,手中紧紧握着一小搓草,用大的发光的眼睛望着他,或者说望着他手中的饼,那是对食物的渴望,也是人类最底层的,对生存的渴望,朱霄的目光,一下子震住了。 从此,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,他要帮助百姓找出所有能吃的东西,在此前,终于讲究食药不分价。 是以所有能吃的东西,都是记载在医书里的,老百姓们只能口口相传,哪些能吃,哪些不能吃,不能吃的,不是吃了肚子会痛,而是真的,会死,可世上的植物太多了,人们根本不知道,有哪些能吃,哪些是毒药,因为吃了不该吃的,很多人也死了。 而当时,医书也不尽完善,为了找出能让百姓饱腹的东西,朱祖先是广泛召集刘纯,腾朔,李恒,瞿佑等名医,和他们一起收集各类药方资料,编成了绣真方艺书,后又专门在周王府设立了一个植物园,用来种植所有可以食用的植物,以供研究。 此事的他,得了朱元璋的特赦,又回到了开封,可接下来,命运再次光顾了这位一心为民的王爷,朱允文登基后,听从皇子称, 齐太等人的建议开始削翻,他第一个想削的就是四书朱棣,可惜朱棣事大。 他只能听从皇子称的意思,将目光对准朱棣的亲弟弟,朱肖,而这时,忙于研究植物学的朱素梅发现,自己的府里也闹出了笑话。 原来他的二儿子朱友迅不满,他将世子之位给了大哥,竟然一指奏章状告朱允文,说自己的父兄意图图谋不轨,这可给了朱允文一个绝佳的理由, 直接就将朱素一家抓紧了监狱,来使李景龙还当场宣旨,将朱素和他的长子贬为庶人,流放云南。 于是朱素再一次来到云南,以庶人之身来到云南后,他对老百姓的生老病死。 了解得更加深入,他数次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在身边的邻居们,一个个饿死,啃树皮,吃草根,甚至已经是好待遇。 他立志,如果自己还能回到王府,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拯救鸡民。 在云南的三年历,他粗步素一,赤着脚,一心扑在植物研究上朝廷的风云变幻,亲弟弟自焚而死,亲哥哥被逼疯,造反。 他一概不知,直到多年后,朱棣即位恢复了他这个周王爷的身份,他再次回到了开封。 返回开封后,朱棣依然延续着在云南村落里的作风,他每天沉迷于对植物的研究。 还在明义腾朔和刘纯的帮助下,亲自编写了中一点集,普吉芳或许所有当了皇帝的人都有戒心。 在这时,朱棣慢慢地对他这些尚存的哥哥弟弟的心思也变了,朱棣想将朱棣改封到洛阳,消除他这么多年对开封的影响,可开封有他这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了。 为了保住他的研究成果,朱棣在朱棣的邀请下来到京城,亲自把自己编写的普吉芳献给了哥哥,就此打消了哥哥朱棣的顾虑,此后,他又用藩王拥有研究经费的便利。 全新研究百姓能入口的植物,每一种植物的特点,他都亲自观察并记载,并找人甚至是自己,亲自尝试,多年后,终于写出了旷世奇著《旧荒本草》。 这本严谨又浅显易懂的著作里,记载的全是老百姓能吃的东西,上面还贴心地画了插画,栩栩如生,老百姓一见了,就知道是什么。 那么,在书中,朱素不仅研习了古人记载的138种植物,还新增了276种,共414种可食用的植物,他分门别类,将414种植物分为草、木、米谷、果、菜供人们分辨,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植物学类的书籍,朱棣听说后,特地下旨由朝廷帮朱素刊议了此书,这本书对医学也有巨大的帮助。 此后,日本、俄国、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多位学者都对此书做了研究,日本第一次得到此书时,叹为至宝,他们根据此书,先后衍生了《旧荒略》、《荒年诗粮志》等十一部作品,包括日本最著名的《直学起源》,也得益于《旧荒本草》。 英国学者李约瑟记载,明朝周定王朱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古代藩王,根据他的指导,世界上亿万鸡民得以果妇,他对世界人道主义中的贡献太大,朱素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。 俄国植物学家贝勒在《中国植物质》一书中指出,《旧荒本草》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,朱素,这个在明朝默默无闻,甚至受尽嘲笑的王爷在世界上却饱想圣语,因为他的研究救了上亿万鸡民。 他的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学、医学领域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。 朱素死后,人们为了纪念他,就把他葬在了那个国内唯一的青龙白虎地,河南十祖山,肖是形容草木茂盛,树木高的意思。 可能当年朱元璋和马皇后为这个儿子取名时,并未想到,这个不起眼的儿子,竟然是他们最有出息的儿子,因为这个儿子是真正把百姓,把百姓的一日三餐放在心上的。 在我看来,他比朱棣等流有出息的多,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,长子朱彪出生于智政十五年,一千三百五十五年,幼子朱南出生于洪武二十六年,一千三百九十四年。 出生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九年,最早离世的是八子朱子,洪武二十三年,一千三百九十年,因胡维雍一案自焚而死。 最晚离世的是十八子朱彬,病逝于景太元年,一千四百五十年,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,除长子朱彪,被立为太子和幼子朱南出生一个月,就夭折没有被封为藩王外。 其余二十四个儿子都被封为藩王,朱元璋封了二十五个藩王,还有一个是朱元璋侄子朱文正长子朱首签,被封为靖江王。 在这些藩王中,秦、晋、燕、辽、宁、古、戴、庆、宿等九位镇守边赛要地的藩王比较重要。 其余儿子太多碌碌无为,只有朱王朱素对世界贡献最大,堪称是朱元璋朱子中第一贤王。 不过,就是这么一位流明轻史,功勋赫赫的贤王朱素在大明王朝就是个倒霉蛋,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,一三六一年八月九日,朱素出生于南京,他是朱元璋第五子,从出生起就不太受老爹重视。 朱元璋有七个儿子出生在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明朝建立之前,分别是朱镖、朱爽、朱刚、朱弟、朱素、朱真、朱妇、明史记载, 皇后生皇子五人,张月彪、义文太子、赐爽、封秦王、赐刚、封秦王、赐金上、赐萧、封周王,意思是说朱镖、朱爽、朱刚、朱弟、朱素的亲生母亲是马皇后。 实际上,这是因为朱弟称帝后,为抬高自己的身份,把自己说成嫡子,把马皇后说成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至于真相如何,已经无法探究。 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,朱弟和朱素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。 一般认为,他们的亲生母亲是公妃,当然,对于朱元璋来说,他的儿子只分两种,一种叫朱镖,一种叫其他。 朱元璋把最好的都给了特殊的朱镖,其他儿子都一视同仁,基本不会搞什么厚此薄彼。 朱元璋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,登基称帝之前,就请了明如大师教导儿子称帝后,朱元璋又在皇宫中设立大本堂,专门教导朱骁兄弟,朱骁天资一般, 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绝世天才,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奋好学,肯钻研,或许正是如此,朱素一直不太受人瞩目。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,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就是传给的,其余儿子都得为朱镖保驾护航,而且明朝建立后,蒙古人威胁还很大,明朝需要在边境各地集中军事力量,防备蒙古人来袭。 再加上,朱元璋觉得功臣素将们势力过于强大,必须将权力集中于皇帝和宗室子弟手中,洪武三年,1370年。 4月初7日,朱元璋正式确立了分封制,开始分封儿子为藩王,次子朱爽被封为秦王,藩帝西安,三子朱刚被封为晋王,藩帝太远,四子朱队被封为燕王。 藩帝北平,六子朱真被封为楚王,藩帝武昌,七子朱父被封为齐王,藩帝青州,八子朱子被封为坛王,藩帝长沙,九子朱起被封为赵王,还没救藩就病逝,年仅两岁,十子朱坛被封为鲁王,藩帝衍州,执孙朱首千封为靖江王,藩帝桂林,而五子朱素被封为吴王,藩帝杭州。 当然,此时朱素兄弟年纪还小,并没有马上就藩,直到八年后才到藩帝就藩,朱素和燕王朱帝,楚王朱真,七王朱父等人住在大明祖龙之地中都凤阳,红五十一年,十三七八年。 朱元璋考虑到杭州和南京太近,而且杭州是浙江经济中心,如果朱素就藩杭州,会影响朝廷赋税,因此朱元璋将朱素改封为周王,藩帝开封,红五十四年,一千三百八十一年,十月朱素正式就藩,朱素的藩帝是北宋故都开封,朱元璋还曾有意迁都开封,朱素能被封到开封,也算是造化。 更为重要的是,朱元璋让朱素送国公冯胜的小女儿为王妃。 冯胜是大明开国第五大功臣,朱元璋称帝后封赏功臣,只有六个人被封为功爵,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,魏国公徐达,郑国公长茂,曹国公李文忠,宋国公冯胜,魏国公邓玉,冯胜只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嫁给了常玉春之子,郑国公长茂,而常玉春的女儿又嫁给了朱标,小女儿就嫁给了朱素。 因此,在一众兄弟中,朱素的姻亲关系和朱标最亲近,一时间,朱素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藩王。 可惜,朱爸爸给了他机会,他自己却不珍惜啊,洪武22年,1389年,冬天。 朱素在没有请示朱元璋的情况下,偷偷离开开封,来到凤阳,朱元璋三令五身,藩王就藩后,没有朝廷旨意,不得擅自离开藩帝,朱素这是顶峰作案。 当开封官员上报之后,朱元璋都不敢相信,一向老是芭蕉的老五,敢做出这样胆大妄为的事,朱元璋马上下令派进一位查证,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 朱元璋发现,朱素不仅去了凤阳,而且当时朱素的老丈人冯盛也在凤阳,好家伙。 藩王和朝中大将居然私下见面,你们聊了什么,又想干什么,在敏感的朱元璋看来。 朱霄这种行为已经对朱镖的地位产生了严重威胁,朱元璋雷霆震怒,直接将朱霄将给流放到了云南,周王府一切事务由朱素长子朱友顿接管。 云南满烟仗雨之地,是大明王朝流放罪犯的地方,这板子打得疼啊,这是朱元璋教训儿子下手最重的一次,一年后,老朱又把朱素召回南京。 又好好给他上了政治思想课,直到洪武二十四年,一千三百九十一年,朱素才被放回了开封,得亏朱素是亲儿子,要不然依朱元璋的脾气,就朱素善离翻地,四交大臣这两条大罪。 砍脑袋都是轻的,冯盛就没这么好运气了,此事之后,冯盛就上了朱元璋的黑名单,洪武二十八年,一千三百九十五年,冯盛被朱元璋所杀,洪武三十一年润五月初十,一三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, 朱元璋驾崩,润五月十六日,六月三十日,朱镖之子黄太孙朱允文继位,视为建文帝,建文帝一继位,在其太,黄紫成等人怂恿下,急匆匆地推行削帆政策。 当时,二叔秦王朱爽和三叔晋王朱刚已经病逝,秦王朱爽于洪武二十八年,一千三百九十五年,被人下毒而死。 晋王朱刚于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病逝,朱元璋珠子,以燕王朱棣和周王朱素最为年长,建文帝首先考虑下手的目标就是朱棣,可朱棣实力太强,威望很高,他不太好,直接下手。 正好,朱棣和朱素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,建文帝决定先拿朱素开刀,敲山镇虎,祸不担心,建文帝正磨刀祸祸,朱素家里还后院起火。 朱素有十五个儿子,长子朱友顿被立为世子,次子朱友逊被封为汝南郡王,朱友逊基于世子之位,他朱油蒙心,向建文帝打了个小报告,状告朱素和朱友顿要谋反,建文帝喜出望外,真正想打瞌睡,居然有人送上枕头。 武叔,这是你儿子告状,你可别怪我,这年八月,朱允文以此为借口,将朱素废为庶人,并流放云南,朱素非常幸运地成为薛帆帝王,一时间,周王府父子不和,成为大明王朝第一大笑话,朱素欲哭无泪,我这是造了什么孽,居然养出这么个儿子。 这是朱素第二次流放云南,这一次,他被整整流放了四年时间,整天朝不保夕,受尽欺负,好在朱素命不该绝,建文元年,1399年,6月,朱棣发动静南之意,战争爆发后,建文帝占据绝对的上风,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,逐渐落入下风。 建文四年,1402年,建文帝建战士不利,命人将朱素押回了南京,一来可以杜绝朱素与朱棣联合,二来也可以将朱素当作人质,这段南京之行,真把朱素给吓坏了,6月13日,朱棣攻破南京,建文帝自焚而死,一说不知所踪。 6月17日,朱棣正式登基称帝,视为明成祖,改年号永乐,又称永乐帝,朱棣登基后,马上把朱素放了出来,复封为周王,还给他加了五千弹的俸禄,然后让他回开封就藩,看上去,朱棣对弟弟很是不错,完全一副手足情深,胸有帝公的模样,可实际上,朱棣自己就是藩王造反称帝,他比建文帝更担心藩王造反,因此,朱棣继位后,动起了软刀子,也在推行削藩政策, 开始有计划的剥夺藩王的军政大权,此时,朱棣是除朱棣之外地位最高的藩王,朱棣非常忌惮他,派了很多密探监视他,时不时地试探他,敲打收拾他,永乐18年,1420年,有人揣摩朱棣的心思,尚书弹劾朱棣可能图谋不轨,朱棣吓了一大跳,连忙尚书朱棣请求到京城自便,当朱棣到达南京后,马上向朱棣磕头认错,朱棣健壮,哈哈一笑, 表示自己绝对相信武帝,朱棣不傻,他知道手下人的弹劾就是好四哥的意思,四哥这是在敲打自己呢,他马上主动提出愿意将自己的三位兵马交给朝廷,时时务的朱棣躲归一劫,整个永乐朝,朱棣活得也不自在。 整天提心吊胆,名人宗洪熙元年,1425年,润7月20日,朱棣病逝,享年64岁,朱棣虽然天皇贵胄,享尽荣华富贵,可他身处全力漩涡,并没有过多久舒坦日子,他这一生被父亲教训,被侄子欺负,被哥哥猜忌,还被儿子出卖,真是倒霉到家,可就在他被流放云南期间。 他亲眼目睹了老百姓贫困潦倒,饥寒交迫,他心生怜悯,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救助荒民,普及众生,在荒年的时候,能救活更多百姓,他开始研究草本植物,打算编窜一些书籍,改善民生,尤其是永乐年间,朱棣为了打消朱棣的怀疑,绝不过问正事,一门心思搞药草,出医书,从永乐元年,1403年,开始,朱棣一口气除了救荒本草,饱生鱼露,秀真芳, 朱棣芳,每一本都是学术巨著,活名无数,尤其是救荒本草,是一部把植物学从传统的本草学中专门分化出来的,以食用植物为主的植物图谱。 这是世界上最早,最好的救荒类可食植物的专注,对全人类的救荒工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,英国学者李约瑟曾高度赞扬道,朱棣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。 于是,倒霉的朱棣一不小心,成为一个大植物学家,对我国和世界医药,植物事业的发展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。 塞翁施马,胭脂非福,朱棣在大明王朝倒霉到家,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笑话,他一生都被亲人伤害,一生都处于政治压力之下,郁郁寡欢。 为了活命,朱棣早早地脱离政治,韬光养晦,明哲保身,当他最新于医学,药草,植物的研究时,很多人都嘲笑他不务正业,荒废政务,朱棣在政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,可他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朱元璋朱子中最大的。 后世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都记住了他,荣华富贵,不过是过眼云烟,朱王朱素,在世界科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,却让他轻始流明,永垂不朽。